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凯 然后 我是Ballnetwork的 开发者 我进入区块链应该有5年了 对差不多 然后主要的开发语言是Rust和 Solidity 下面的话是我的 大概讲述两方面嘛 就前半部分的话是讲Ballnetwork的生态 他的 工作场景以及架构 然后后面部分的话是 我们也是主要的语言是Rust 然后用Rust去开发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怎么去解决他 首先 介绍一下Ballnetwork Ballnetwork它是一个 一个去中心化的 签名网络 他主要的解决问题就是 签名给 第三方提供一些签名的 快速签名的方法 然后 他的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能提供一个签名 而且是保证去中心化的 我们是通过一个 隐藏的动态委员会来实现的 就是这 PVD上的一个DHC 然后所以呢 基于这个动态委员会 我们可以非常快速的去构建一些 比特币上的Layer2应用 或者 跨链 或者其他的一些 协议 需要用到签名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去承接 我们的使命是 让web商更容易使用 或者说 让web商更 就 更广泛的揭露 进入大众的视野吧 然后 Ball Network 和 比特币之间的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从下面 最下面这样图来说 比特币它其实是 web商的一个 核心吧 就大家认为说 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web商支付 因为比特币 所有后续的区块链都是从比特币 的 它的一个去中心化理念 分享 分享出来的 然后 比特币它作为底层的基石 提供了 最基础的安全性和验证的功能 然后 Ball Network的话 它可以作为一个连接网络 你可以在 传统当中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路由器 它可以连接 不同链的 功能 同时给上层的应用 提供 更加 安全的 同时 和比特币一样安全等级的 功能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 让上层应用更好的扩展 而且 多样化 同时能 和比特币有 同样的安全级别 然后 那么它是如何工作的 就是我们以比特币的验证成为例 就 Ball Network 给了 三个模块 然后主要是 一个是强制提款 和 逃生仓以及去中心化的 签名管理 然后这个逃生仓的功能 其实 主要应用的是在 当 二层如果挂掉了 比如说我们的二层链 它挂掉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逃生仓 给 将 第二层的资产给提取出来 然后 强制提款的话 这 不好意思 这里讲错了 强制提款的功能就是前面讲的 如果 二层链挂掉的情况下面 可以通过 强制提款的功能 把 资产从 我们布尔链上 脱管的 在脱管在委员会上的 资产给提取出来 然后 然后逃生仓是因为 我们给了 我们的动态 隐藏动态委员会一个 附加的属性吗 就假设 极端的情况下面 我们的 那个动态委员会 它挂掉了 或者 不过客了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 逃生仓的脚本 从 也可以把钱 从我们的 二层章中 提取出来 然后下面这张图的话 就 介绍一下 就说 我们的 整个 整个逻辑 然后同时 我们用到了 三种技术吧 然后一个是 零知识证明 就是我们在 跟 我们提了一个 Linvif算法 它是来保证 动态委员会 节点的 身份的隐藏的 隐私性的 然后用了一个 NPC 就全称是 多方安全计算 在传送的 区块 领域里面 我们会用到 数字签名 或者私钥脱管 然后 NPC的功能 它是将 私钥 分散到 不同 多个 成员里面 共同去维护一个 私钥 这样的话就 保证了 它私钥的一个 去中心化 然后 TE的话 就是 可信 执行环境 我们的 布尔的所有的 核心的逻辑 都是在 TE里面 运行的 然后 看整张图 就是说 对于用 对于用户来说 他可以在 布尔链上去 创建一个 动态的隐藏委员会 然后 他是怎么工作的 就首先是 用户在链上会发起一个请求 然后 网络当中会有数千个这样的 DHC节点 当 链 当这些DHC节点会 监听到就说我要去创建一个 一个动态委员会之后 然后在链上会去选择 10个 就几千个当中的 几个节点然后 成为一个委员会来 去托管他们的 私钥 然后最终的话 当用户去 做一些跨链的行为 或者说 提款的行为的时候 那么这个委员会他也会监听到对应的事件 然后做一个 通过NPC 他们进行交互 做一个签名 对 然后下面介绍一下就说我们 一些场景吧 然后主要的话是 一个跨链的场景 因为 布尔Network 它 本质上就是一个 去中心化的签名网络 就是在传统当中 跨链这两个词就是 我们在比特币 上面的 资产 如何转移到 以太坊上面 然后 在 传统上面的话是通过交易所进行 转移成吗 啊 呃 我们现在 通过布尔的话就是 我们 通过动态委员会技术 直接将两条链给 衔接起来 同时的话 它也能保证 整个跨链行为的 去中心化 啊 然后 第2个场景的话是 比特币的二乘 然后比特币的二乘 呃 介绍一下二乘的概念就是说 嗯 比特币原先 呃 的交易量就是说可能只有10分钟 只有 一分钟 每秒每秒钟只有五六笔 啊 只有10分钟处于一个快吗 所以说它的性能是比较低的 然后二乘的作用是为了提高 扩展比特币的 就 计算的能力 呃 然后 通过我们布尔链的话 它也可以去构建一个 呃 去中心化的比特币二乘 然后我们 也 给了一个布尔的类似 那个 OpenStag 布尔的Stag 堆战 堆战的一个模块 就可以让开发者 快速的去搭建二乘 哦 第三个场景的话就是 Listaking 这个的概念就是近期 在区块链上面 项目链比较火的 然后Listaking的话就是 我们的 布尔的 应用它可以和 巴比隆做一个 巴比隆做Listaking协议做一个 无份的链接 同时呢它不会去 呃 去影响 呃 二乘的 呃 TVL 然后因为 这个实现的逻辑是 原理是因为 所有的职场都是由 我们的动态委员会来进行 管理的 然后二乘的话 假如 职场都锁在我们的动态委员会里面 呃 然后二乘会的用户的职场他可以发起 一个请求 说我要 和 巴比隆协议去做一个 Staking 然后这时候的话 就我们的动态委员会他的 职责就是 去跟 巴比隆去交付 完成整个操作 呃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就是 类似 数字脱管或者预言机 以及隐私计算 因为 Goal的那个 整个 本质他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签名网络 因为 预言机概念的话 展开讲一下 就是 对于区块链来说 它是一个 分闭的系统 他没办法去获知 外置的 外部的数据的能力 比方说我要在 区块链上去 预测 明天的天气 但是传统的链的话 需要有一个中心化的服务商 来把 就 明天的数 明天天气的数据提交到电上 对了 但是说 这样的话就完全依赖于 中心化 他如果作恶了 那么 整个预测的行为 他就可能出现错误 会出现一些 非法的 其他情况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把这个 提交人 换成我们的 布尔的 动态的隐藏委员会 这样的话 他既能保证整个行为的 去中心化 啊 然后我们 布尔的整个理论基础的话也是在密码学顶会上被收了是在2022年发布的 前面讲的是整个 布尔相关的然后后面的话是介绍一下 就布尔 Rush的生态其实这方面和我们布尔有 大的重叠 就是 右上角那边的话我们收集了一些关于 区块链领域里面 Rush的 开发的开发的项目 然后因为早期的话比特币他是用C++来开发的 然后后期的话 就随着Rush的崛起 然后 也有Rush的版本 然后特别是在 以太坊的社区里面 就 早期以太坊1的时候他的版本主要是用Golang写的 然后 Parity公司嘛他们写了用Rush写了一个版本 在上线了之后啊就大部分的节点 他都是用Rush来跑了 就 足以说明Rush 他语言的一个安全性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著名像Solana 然后Near 还有 Aptos 他们都是用 主要的语言 就是用Rush来开发的他们的底神链 就右下角这边的话就是 提设是以太坊社区里面的一个文档 他就是 以太坊2.0升级之后他分一个执行客户端和 共识客户端 就共识客户端的话 他主要 呃 因为以太坊的本质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 所以说对于 客户端的那个 呃 多样性他们是特别注重的 呃 早期的话 其实 呃 Lighthouse这个是用Rush写的 然后 呃 对 他是用Rush写的前期的话可能 占有量是比较低的 然后就近期我去看他的那个共识客户端的这边的一个占有率的话基本 上达到30%的 所以说明 Rush在 整个社区里面的 共识 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 下面是介绍一下我们 整个 呃 在Burnetwork当中的一个和 一个比较重要的组件就是 就监视服务 就是在那个 承设的这个点 然后 对于一个动态 委员会 动态隐藏委员会来说他需要起两个服务 一个是我们的 Monitor服务好另外是一个 Qing服务 而这Qing的话他是 运行在T1里面的 主要的话是 呃 主要是负责签名的 就他里面跑了一些 NPC的 签名算法以及 做一个零置证明的算法 然后Monitor的话 他是负责和 呃 区块链的当中的其他链进行交互的 比如说 他要监听这些链上的一些 数据 呃 比如说A账户给B账户转了多少钱 这些行为 他都需要监听到 同时呢他把这些 监听到这个行为之后他把这条信息提交到我们布尔链 做以 达成一个共识 而第2个功能就是说他还需要 支持 异购链的 呃 交易的 验证和查询 这个功能是给我们Qing服务提供的 然后 嗯 第3点的话就是说他还要 去构建 嗯 区块链上的交易 就是我提交的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区块链领域里面 你 发一笔交易是需要用你的CEO进行签名的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需要去构建 他对应的交易 然后这边的一些问题就是说 链 大家每个厂的链的整个数据结构和交易签名算法可能大 都会有差异 就不一定统一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把这些功能集成到一个monitor服务的时候 会出现 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解决去把所有的功能集成进去 最开始的方案我们考虑的是 将 各家链的它的 关键的 就是说比如说 交易的 相关的数据结构给 拷贝出来直接 fork到我们的代码仓库里面 这样的话工作量是挺多的 因为随着链的揭露比较多了之后 这些fork的 数量 直接需要去改变的那些数据结构会 特别多 然后我感 就感觉在重复造轮子 后面的话我们考虑的方案就直接用 第三方的他们的SDK 集成进来 但是在集成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的 用的 因为在ROS生态里面 发布每一个亏的版本的时候都需要去 遵循那个版本与格式 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很多开发者他没有遵循那个规则去发布 他们的包 然后我们在遇到的问题就是随着链的揭露越多 大家的代码的编译器会出现编译冲突的问题 就是 可能 A Solana的他的包 他的限制了 在包引用的时候限制了某个包是说我只能用 0.1版本的 但是 在可能 Apple里面他说我一定要大于1版本的 这时候就没办法解决了 有时候特别难的话我们只能到他们的 代码库里面去改 底层的逻辑 好 这样又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作量 这个就是我们 Monitor原先的一个整个遇到的问题 然后我们怎么解决他 就 我们怎么解决呢 就是 这个是一个整个的 新项目和旧项目的架构 结构图 就在早期的话我们是把所有的SDK 指引入到一个 CargoLock文件里面 然后后期一想 这样可能 就 没办法去更新单个 单个的他的 CargoClick包的 没办法去升级单个包 然后会导致一些 编译冲突 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解决这种编译冲突上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想 就是能不能考虑把它 变为一个微内核的方式 就 把所有的 业务 比如说我用比特币的 就是把它的业务提取到一个 静态库里面 然后 再在我们整个项目连去 直接引用这个静态库 这样的话就是 优势就是说 我们 整个 包的升级 它是独立的 比如说我比特币它有代码更新了 我只要update比特币的包 它不会去影响以太坊的包 虽然说包里面的很多 编译的 依赖可能是有冲突的 就是这样会导致的 问题就是我整个项目的编译时间加长了 就 我们看一下原先 编译整个项目的话可能 需要10分钟 然后换到新的架构结构的话 整个直接加到了 延长到了30分钟的时间 然后 最后的话就是 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去 用这个架构去实现的 就实现 实现刚刚的那个 办案的一个小的例子 就左边的话是一个目录结构 就是我们可以先 创建两个静态库 一个是Labor A 一个是Labor B 然后最后的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去 加一个 就builderis的一个文件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去 定义你的一些静态链接库 怎么去交到这个工程里面的 然后的话 就是我们 实现这个Labor C Labor C 出了的话 这是一个简单例子 就是 有三个功能 一个是 从 一个是 htp的get的函数 然后 第二个就是 一个是sleep的函数 就是我要 让这个线程 等一段时间 第三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加法函数 这是两 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 就Labor C的话是我们 单纯的 没有用 那个 Ascenic FFI的 把用Ascenic FFI去导出来 我们直接用的话是 在内部去创建一个 软碳的运行时 然后由这个软碳运行时 抛出一个线程的巨饼 在外部去承接这个巨饼 然后两边的都能正常工作 然后 后面的话就是 就是我要在组函数 我们 组的包里面去 静态的去引入这两个 两个包 A 和B 然后 首先我们是要去重新去定一下这两个 包的一个内容 然后 最后的话就直接可以去 去运行 感觉这两边是OK的 所以说 整个例子下来的话就是我们 就刚解决了我们 最开始 讨论的那个问题 就如果 大家遇到很多包冲突的话 又不想去 改变 它底层的 STK的话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决 然后最后的话是我们 为什么会去 讲一下为什么会选择Rust 其实最开始我们项目的话接触Rust 也是 用 Substray的制造框架 然后同时呢 因为制造框架也是用Rust来实现的 另外一个点就是 我们在 开发的过程当中 小伙伴们他们 大家的那个 编程语言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用了Rust 它是能保证 大家在 不像C++一样会有一些 指针越界的问题 需要去重新的 去code review 然后Rust 它充当的一个职责就是在我们项目里 它算是一个 高级的 编译器的 code的一个检查人员 它可以帮你去 排除一些 很低级的错误 然后 就这里罗列 几点 就是说 我们如果选择Rust的话 可能需要去考虑它的一个安全性和正确性的 因为这一块 是在 区块链会比较重要的 因为在区块链大家托管的都是真实的资产 然后同时如果用Rust的话 它在编译期间就可以帮你去 检查你的一些 语法上面的错误 然后 第二点就是 你要去关心你的程序的资源的使用量 因为我们的程序的话 它需要去 呃 跑在T1里面 T1里面它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 它需要去 动态的去分配内存 然后如果你 像Java直接放到T1里面的话 它会出现 那个Memory Locker 或者内存溢出的问题 然后第3点就说 考虑到程序的可移植性 这个也是 Rust语言会比较方便的 因为它的包都是做一个 做到兼容性的 然后 右边的话就说我为什么不用Rust 其实不用Rust的 原因有很多 就大家可能不会去 使用它就是 也 大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 项目的 项目要尽早上线或者 老板的决策来说 Rust不值得我们去这么做 但最终来说 我们开发一个项目的话 还是要按照目标导向嘛 就是能找到 适合程序员大家 就 心智模型差不多的 就是能力差不多的 然后可以做一个快速上线的 这样的 就是 就是对于整个项目来说 就是一个好的语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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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